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或者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跟我做更多的技术交流 那么我们这节课继续学习第四讲 Linux常用命令 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Linux系统里面比较常见的压缩和解压命令 我们在Windows系统里面 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也经常会用到一些压缩包 可能有一些文件便于传输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把文件压缩 比如说在备份的时候 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占用空间 而且压缩文件的好处是 绝大多数的病毒都很难感染压缩文件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 在一些备份或者在文件传输 或者为了便于文件的一个打包使用的时候 都会采用一些相应的压缩命令 但是在Linux里面 这样一个命令行比较多见的操作里面 它的压缩方式跟Windows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要掌握哪些压缩格式 以及压缩命令在Linux里面怎么使用 这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了解几种常见的压缩格式 需要大家掌握的 我依次分成几块 给大家介绍一下压缩命令里面 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第一种压缩格式需要大家掌握的是点 GZ 好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压缩格式是点GZ 这是在Linux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压缩格式 如果我们在网上下载一些 像原来码的软件安装包等等 很多都是这种压缩格式 但在Linux里面可能不太常见 在Windows里面可能不太常见 Windows里面大家可能普遍用的比较多的 像.zip .ir 以前经常有同学问我 一个.ir的压缩包在Linux里面怎么解压缩 其实只要装一个RR for Linux的版本就可以了 默认在我们使用的过程里面 只有一种压缩格式 Windows和Linux双方都不需要在额外装什么软件 都可以经解压缩处理的 就是点ZIP 这个最古老的一个压缩格式 那么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要知道一下 那么在Linux里面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种压缩格式叫点GZ 那么它对应的命令呢 叫GZ 那么我们如果想压缩一个文件 你可以直接使用GZ 加上文件名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到临时文件目录 比如说Time下面 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文件了 为了看起来清楚一点 我把这些文件都删除 rm-rf 表示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 那么千万别干这个事情 我到根目录下面执行这条命令 那就悲剧了 那你整个系统 你可能要把它自我毁变了 这个时候呢 当前目录下所有的文件 都被删除了 为了做实验 我创建一个文件 假设创建一个叫波多的文件 那么我touch一个波多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要把它做一个压缩 我可以使用GZ 加上波多这个文件 这个时候rs看 就看到这个压缩包了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呢 想看到一下Windows的一个压缩比例 你说压缩以后的大小有差 多大的差异 你可以直接拷贝过来一个系统的文件 比如说拷贝etc-series 把它拷贝到咱们的探风录下面 把它改名叫波多 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做一个压缩 GZ 把这个波多压缩一下 那么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已经创建了一个压缩包 叫波多点GZ 那么就已经产生了 非常的简单 GZ直接加上这个文件名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做一个压缩 解压缩呢 更简单 直接在GZ的基础上 在ZIP前面 加上UN这个前缩 这个英文前缩 就表示解压缩 或者使用GZ-D都可以 好 我们如果想解压缩 我们可以使用-ZIP 或者是GZ-D 这两种方式都行 那么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ZIP GUN ZIP 比较好记啊 直接在ZIP前面 加个UN就可以了 在Linux里面 很多压缩命令 这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 所以很好记 那么直接使用-ZIP 加上这个压缩包的名称 波多多点GZ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 已经被解压缩了 这个文件已经被解压缩了 注意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原文件的大小 按照字节数是这么大 但是在压缩以后 你发现 它的压缩比 还是非常惊人的 基本上达到了 差不多将近五倍的 一个压缩比 所以有的人可能问我 他说呀 Linux的压缩呀 这样的一个小的命令 可能压缩比并不理想 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Linux里面很多命令 它的压缩比非常的惊人 甚至比Windows上面的 一些软件 像Winir啊 像Winzip啊 等等 还要更好用一些 所以你看到 我特别举了这个例子 考了一个3SYS文件 做了一个压缩 你会看到 有非常惊人的一个压缩比 GZAP 可以压缩 生成点GZ的格式 那么使用GZAP压缩 使用-ZAP 或者是GZAP-D 可以来进行解压缩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它跟Windows 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们在应用的过程里面 GZAP 它只能压缩文件 什么意思呢 看着 GZAP 如果在压缩的时候 压缩的是一个目录 比如说我们在当前 这个创建一个目录 创建一个 沈超老师很喜欢的 折判的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面呢 可能我们随便建一些文件 比如建立一个 不多 在折判下面 再建立一个仓景 在折判下面 再建立一个龙泽的 那么这都是 沈超老师 比较喜欢的 这个女明星呢 好 建立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啊 假设要帮沈超老师 把这个折判的目录 做一个打包 帮助她备份保存一下 那么我们使用GZAP来进行 把折判打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有个提示 它提示你 折判是一个目录 这个操作被忽略了 也就是说GZAP 只能压缩文件 它不可以压缩目录 这是跟Windows很大的不同 Windows装个IR 想压什么压什么 我们想压文件就压文件 想压目录就压目录 几个文件几个目录 用鼠标选在一起 一起压都可以 随心所欲随便压 但是在Linux系统里面 GZAP只能压缩文件 这是跟Windows很大的不同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用GZAP 把剥多压缩的时候 你注意观察 它是不保留原文件的 这跟Windows也很不同 Windows压缩完了 原文件是原文件 压缩包是压缩包 但是在Linux里面 GZAP压缩完了 只剩压缩包了 原文件就不见了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GZAP在使用上 跟Windows非常不同的地方 好 这是第一种压缩格式 点GZ 我们可以使用GZAP压缩 使用-ZAP 或者是GZAP-D 经解压缩 注意 它跟Windows上压缩软件的区别 第一个 只能压缩文件 不能压缩目录 第二个 不保留原文件 那么压缩目录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要压缩的是一个目录 我们可以使用第二个压缩命令 叫TA来进行处理 TA本身的含义 是叫做打包 它可以把一个目录 打包成一个文件 同时也可以在打包的同时 做一个压缩 比如说 我们把刚才建立的目录 折判 做一个处理 这有一个目录 叫折判 刚才使用GZAP 我们把它做一个压缩 为随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TA来进行处理 TA如果把一个目录打包 一般有这样的三个选项 可以加TA-C C表示打包 Correct V 几乎在所有的命令里面 V都表示显示详细信息 就是压缩打包的时候 显示一下打包了哪些目录文件呢 查看一下 理论上可加可不加 F必须要加 指定一下文件名 如果我们只是想把它做一个打包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三个选项 就行了 格式呢 很特别 使用TA-CVF 先加上压缩后的文件名 压缩以后 这个打包以后 这文件叫什么名啊 假设我们把它起名叫 折判.ta 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也讲过 在Linux里面的压缩包 或者是打包文件 理论上啊 它不一定有后缺名 比如说你就把它叫做 折判1234 也完全可以 就算它没有后缺名 这个压缩包一样可以解包 一样可以使用 这是很特别的 但是呢 为了方便区分 我们一般呢 都用点TA来作为标记 然后写上打包的目录 就可以了 就表示要把当前的 折判这个目录 打包成折判.ta 这个压缩包 一回车 你看到这是加了V的效果 如果不加-V这个选项 你可以实验一下 其实一样可以打包 只不过不显示 这几个打包了哪些目录 这样一些信息而已 RS看一下 就生成了一个 点TA的一个打包文件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行 把它做一个压缩 就GZip 折判.ta 它就会生成一个压缩包 叫折判.ta.gz 这就是在互联网上 我们见到的最常见的 原载码的安装包 基本上都是点TA点GZ的 非常的多件 是大家必须要掌握的 一种压缩格式 好我们把它删掉以后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刚才我们做了两个步骤 先打包再压缩 这事呢有点麻烦 如果是我们想 直接打包的同时压缩 能不能把两个步骤 简化为一步 可以这样做 再加一个-z的选项 如果呀 我们现在想把 折判这个目录 打包的同时 做一个压缩 选用ta.gz cf 当然了 这里面如果你想加个v 也可以 只是在显示一下 打包了哪些文件 那么一般来讲 咱们可以省略 直接写上zcf c表示创建一个打包文件 f指定文件名 z表示创建打包的同时 做一个压缩 也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生成 点ta.gz的这样的一个 压缩包的格式 然后写上 你要打包的一个文件名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个 点ta.gz的压缩包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一个打包的格式 ta.zcf 先写上压缩包的名称 再写上要打包的目录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备份 那么你可以把要备份的目录 用这种方法来生成一个 打包文件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啊 这个etc呢 -etc目录 是存放了几乎系统中 所有的配准件 如果你把它做一个打包 那么就可以这样做 因为是从根目录开始 有这样一个提示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整个 这个-etc目录生成一个 点ta.gz的压缩包 保存在当前目录下 就可以这样做 好 这是怎么样来生成一个 点ta.gz的压缩包 对目录的打包 我们一般来讲 都是这样来做 解包呢 用的更多 因为我们从网上下载的安装包 你都得先解包解压缩 才能够使用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选项 都是一样的 只是-c 建立压缩包的那个选项 把-c替换为了-x 原来呢 我们打包的时候 这个是-c 现在只是把-c 换成了-x 另外三个选项 查看详细信息 指定文件名 -z 压缩 这都不变 只是把-c换成了-x 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要解包 那么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ta.gz xf就可以了 当然v可加可不加 我们尝试一下 现在我假设把这个 原来的目录删掉 解压以后 它就会恢复这个目录 rm-rf 把它删掉 rs 已经没有了 我把它解包一下ta.gz x 我们加个v 可以看一下效果 不加v也是可以的 折判 点ta.gz 回车 加了v以后 它会显示解包的时候 解包了哪些文件 或者是目录 rs 这个目录就已经解包 这是最常用的一个解包的命令 后面我们在软件包安装的时候 会大量用到这个ta.gzxvf 尤其是如果有一天 你要做lamp环境的编译 建立一个原代码包构建的 php生产环境 那么下载的包 都是这样的原代码包 需要大家掌握这个 解压的一个格式的 好 这是点ta或者是点ta.gz的一个格式 主要是点ta.gz 可以使用ta-zcf 创建一个点ta.gz的压缩包 使用-zxf 做一个解压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三种压缩格式 叫zip 那么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点zip 是Windows和Linux都支持的一种压缩格式 如果啊 你有一些临时的小文件 需要从Windows考到Linux 或者从Linux考到Windows 然后不希望呢 再装一些第三方软件 去做解压缩 那么你可以使用点zip的格式 在Linux和Windows的压缩包里面 一般来讲啊 你记住一点 Linux的压缩包 不管是刚才讲的点tgz 还是点ta.gz 还是后面我们要讲的压缩包 Linux里面的压缩包的格式 Windows的压缩软件 几乎都支持 也就是说 你把Linux的压缩包 拷备到Windows系统里面 Windows随便装一个 像Winir之类的软件 它都支持 都可以解压缩 但反过来讲 你把Windows的压缩包 拷到Linux里面 那就要看Linux里面 支不支持这种压缩格式了 比如点ir 默认就不支持 那么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但是默认都支持的一个 最简单的格式 就是点zip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 zip zip这个命令 使用上跟它有点像 它比gzip的好处 增加了 改变了两点 第一个 能保留原文件 压缩完了 跟Windows差不多 原文件是原文件 压缩包是压缩包 第二个呢 它加一个-2的选项 它可以压缩目录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的用法 格式上跟它很像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呀 我现在要压缩一个文件 假设说呢 我先把这个波多这个文件 把它解压缩 好 我要把波多这个文件 做一个压缩 只要用zip 先写上压缩后的文件名 假设叫波多.zip 再写上 你要对哪一个文件进行压缩 我要对波多进行压缩 这个时候 就会生成一个压缩包 波多.zip 第一个 你要注意观察 它的原文件依然会保留 而且呢 很人性化的提示你压缩比是百分之多少 其实它的压缩比并没有 即zip那么可观 那么所以其实使用的并不算特别多 如果要压缩目录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格式基础上 加一个-r的选项 先写上这个目录压缩完以后的文件名 比如说叫 japan.zip 再写上要压缩的目录 japan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RS就可以看一下 就可以生成了一个 japan.zip 这样的一个压缩包 它加一个-2的选项 是可以压缩目录的 这是zip 怎么样来压缩一个文件 和压缩一个目录 解压缩呢 很简单 只要在zip前面 加一个un的前准 就可以了 跟gzip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解压缩了 解压缩的时候 部分文件 压缩的包式文件 还是目录 都可以使用unzip 来进行解压缩 都可以使用unzip来进行解压缩 那么因为我这个原来的文件呢 还在 它就会提示你 你是不是要替换这个波多这个文件 如果回答yes 自然就是替换了 回答no就不替换了 好 这是 点zip的压缩格式 可以使用zip来进行压缩 -r可以压缩目录 unzip可以解压缩 好 那么最后一种压缩格式 这是gzip的一个升级的版本 叫bzip2 它的压缩格式呢 叫.bz2 既然是gzip的一个升级版本 那么它改进了什么呢 增加了一个选项 叫-k 可以产生压缩包文件以后 还保留原文件 用bzip2压缩以后呢 它可以保留原文件 这是很大的一点不同 k表示keep 另外一点 bzip2的压缩比 非常的惊人 一般呢 往往用来压缩一些 比较大的文件的时候 我们比较推荐大家 使用bzip2的格式 在网站上呢 也有很多网站提供了 点gz和点bz2 两种格式提供下载 比如说啊 我们后面要是 有课程内容 要讲这个ftp的话 那么它可以 直接在ftp的官方网站上 像vsftpd 同时提供了点t.gz 还有一种叫点t.bz2 点bz2的格式 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来使用 如果我们要压缩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 直接用bzip2 加上文件名 波多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说呀 现在我想保留 这个原文件 别像gzip一样 压缩完以后 只剩压缩包了 没有原文件 你可以加一个 -k的选项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波多这个文件 依然还存在 然后新建了一个 波多.bz2的文件 新建产生了一个 波多.bz2的文件 那么这是怎么样来压缩文件 bzip2它跟gzip的格式是一样的 只是呢增加了一个-k的选项 可以保留原文件而已 而且它可以跟ta一起来使用 比如说你要把 者盼这个目录 做一个打包压缩 还可以用ta- 我们说如果想生成 点ta.gz的压缩包 可以用 zcf 那么如果想生成 这种点ta.bz2的压缩包 你可以用点-cgf 也就是说把那个gzip的那个z 换成了钩 换成了这个g这个钩 那么你再可以写上压缩包的名称 比如说想生成一个 者盼.ta.bz2 写上你要压缩打包的目录 者盼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生成一个 者盼.ta.bz2的 这样的一个打包并压缩的目录 这也很常用 需要大家掌握 那么如果是解压缩呢 依然是可以在zip前面 加上un的前置来进行解压缩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把 这个.bz2 剥多.bz2解压缩 可以使用b unzip2 如果想保留压缩包 加-k 这个-k表示是否保留压缩包 如果不想保留压缩包 就不用加-k 然后加上剥多.bz2 它提示你输出文件已经存在了 它不会像zip一样 问你是否要覆盖啊 或者是就不执行操作 如果你就是想不要之前的这个波多这个文件 可以删除掉 然后再进行执行 就不会报错了 那么波多文件就已经解压生成了 如果是想把.ta.bz2的 这个压缩包做一个解压的话 可以使用ta 我们之前把.ta.gz这个压缩包解压 是用-zxf 同样把这个z换成钩 那就是x钩f 然后加上jp.ta.bz2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解压缩 就可以做一个解压缩 那么这种压缩格式 在互联网上下载的软件里面 也非常多件 需要大家呢 知道怎么样来进行 解压缩和解包来进行处理 好那么压缩命令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这样的四组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有四组我们常见的压缩命令 第一个呢 叫.gz 点gz呢 我们可以使用gz来进行压缩 unzip来进行挤压缩 或者是gz-b-d来进行挤压缩 那么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gz-b-d 也可以进行挤压缩 那么但是gz要有问题 就是不能够压缩目录 而且呢不能保留原文件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要压缩目录 你可以使用ta 可以使用ta来生成打包的文件 如果只是打包不压缩 ta-cf 如果就不用加-v了 -v可以显示详信息 我这里就不加了 解压呢 就-xf 但是这种格式很少用 一般我们用的都是点ta 点gz 结合gz来进行使用ta-zcf 或者是ta-解包的时候 zxf 那么这是第二种压缩格式 第三个呢 就是点zip 我前面跟大家讲 你记住一点 linux的压缩包拷贝到windows 几乎都可以解压缩 没有解压不了了 但是windows的压缩包拷贝到linux 这不一定 但是点zip肯定是可以的 zip可以压缩文件 也可以压缩目录 而且还可以保留原文件 如果要压缩文件的话 直接zip就可以了 压缩目录多加个-r 解压缩可以使用unzip来进行解压缩 但是其实它的压缩比并不算特别高 那么点bz2 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种压缩格式 可以使用bz2来进行压缩 bunzip2 或者是bz2-d 同样也可以进行解压缩 但是用的更多的一种格式呢 同样是对目录的压缩 就是点ta-bz2的 可以使用ta- 我们叫做cgf 进行生成点ta-bz的压缩包 使用xgf来进行解压缩 这是在linux里面 最常用的一些压缩格式 可能你看有的教材会讲一些 像点大z的压缩格式 那都是以前很早的unix 像scal openserver所使用的压缩格式 使用compress这样的命令 这个已经很少用了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呢 大家在学习linux的时候 常用的压缩命令 掌握我这节课 讲的这些 基本上就足够使用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本讲的内容 linux里面常见的压缩解压命令 那么这节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